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新一期的魔兽世界剧情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外域 上次跟大家说的 熔火之星和黑衣裳的话 熔火之星我录好 但是的话 熔火之星的剧情的话 却没有太多的展开 因为也逐渐的在黑石深渊这些本里面都略略的带到过了 所以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一直还没找到假的点 所以没有路 嘿 这场呢 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起打的人 所以这两个本稍微耽搁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外域的第一个团本 这个因为我的话不把那个副本拆开来讲了 因为外域的话都是一个地方三个本 然后三个本其实是一个故事 今天我们来到外域第一个地方 地狱火堡垒 地狱火堡垒呢 包含了四个副本 地狱火城墙 鲜血熔炉 破碎大厅和马瑟里顿巢炉 很多同学的话会说马瑟里顿巢炉是一个团队本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其实在打鲜血熔炉的时候 都已经能看得到 底下关着那个马瑟里顿了 所以这个呢 四个本呢 是因为那个外域的时候爆血的话 是以团队本来进行的 所以这个四个本呢 是一个故事 像我们开始正式的故事啊 在满目疮痍的外域 地狱火半岛的中心呢 处理着地狱火堡垒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兽人战争中 它作为兽人的基地 是不可攻克的象征 多年来人们以为这座巨大的堡垒 已经被遗弃 直到不久之前 就是我们穿过外域 虽然德拉诺大陆 被奈奥祖夫基后果的破坏了 但是呢 在地狱火堡垒中 仍然居住着劫掠成性的 红色狂暴堕罗兽人 虽然这个新出现的野蛮种群呢 还带着不少谜团 更令人吃惊的是 他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 虽然萨尔和格罗姆地狱咆哮 杀死了曼奈罗斯 阻止了部落的堕落 但是呢 有报告显示 地狱火堡垒中的野蛮兽人 找到了一种新的堕落支援 来满足他们原始的嗜血欲望 这些兽人的首领是谁 暂时无人可知 但是可以充分相信 他们不是为燃烧军团工作 也许外域传来的 最令人不安的消息 就是从地狱火堡垒地下 伸出传来雷霆营样的野蛮怒吼 很多人开始猜想 这些怪异的怒吼 是否同堕落兽人 以及他们不断增长的数量有关 不幸的是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但是随着副本的进行呢 我们逐渐发现了一丝线索 地狱火城墙 是地狱火堡垒的一个建筑侧翼 坐落在地狱火半岛的中央 这里遍地都是碎手四足的邪恶兽人 瓦兹德和他的虚空幼龙坐起纳山 是这里的统帅 城墙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当你打通整个副本 你会发现这里 仅仅是巨大的地狱火堡垒的一段城墙而已 而鲜血熔炉呢 位于地狱火堡垒的右上方 这里之所以被称为鲜血熔炉呢 不是因为曾经有兽人在这里赏下鲜血 而是邪兽人们将麻色里盾囚禁了这里 他们利用麻色里盾的鲜血 铸造了全新的邪兽人 这些新生的邪兽人 各个都灌注了马色里盾恶魔般的力量 增腾的血误 错终的管道 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猎狱 而这个邪恶计划的幕后首脑就是伊利丹 破碎大厅呢 是邪兽人在外域的脑巢 这里的指挥官就是对手氏族的大酋长 卡加斯任权 用双刃代替双手的他是暗影议会的一员 也是暗影议会核心成员中 唯一一个不是素食的人 当黑暗之门被摧毁后 卡加斯和马色里盾暗中有了勾结 他占据了地狱火堡垒 声称自己才是真正部落的真正酋长 而马色里盾 前外域的王者 在受人家乡毁灭之后 征服了这片土地 他的统治因为伊利丹怒风的到来而被终结 伊利丹正是想将马色里盾在黑暗神殿的王位 据为基友 伊利丹认为马色里盾尚能发挥余热 所以将其拖进地狱火堡垒监禁 是一名残忍的深渊领祖 同时呢 也是毁灭着曼娜洛斯的婆虫 马色里盾在德拉诺大灾难后 找到了去那里的路 在风崩离溪的部落面前 在大灾难后的难民面前 马色里盾迅速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将残存的兽人联合起来 组建成他们的联系 这些兽人呢 被马色里盾感染 变为地狱兽人 他宣称自己就是毁灭世界外遇的法律 但是多年之后呢 马色里盾利用当年耐尔提撕裂世界 所用的四座空间传送门 将恶魔军队不断的带入外遇 这使得他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恶魔包括虚空龙 虚空行者 魅魔 地狱守卫 地狱猎群 毁灭卫 毁灭守卫 艾瑞达人 以及地狱魔 大约在大灾难过去二十年后 伊丽丹和他的仆虫 为了躲避其愤怒的丧死 加丹的追捕 来到了外遇试图 除掉这里所有的恶魔 大家应该记得他为什么来外遇吧 这个在WAR3的最后剧情的话有提现 就是 阿尔萨斯和伊丽丹去抢 那样主的皇冠 结果阿尔萨斯一刀砍 砍伤了伊丽丹 伊丽丹没有完成基尔加丹的任务 他也不想死 所以就跑了 然后基尔加丹一直在追捕伊丽丹 也就是后面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一个太阳之中的故事 当马瑟里顿发现他已经被伊丽丹的联军包围 凯尔萨斯和他的血精灵 马斯西和他的娜家 甚至长者阿卡玛领导等 德莱尼破碎者都在这个联军之间 联军先是关闭了马瑟里顿 用以召唤援军的空间传送本 然后指导黑暗神殿 圣渊林组联和他的军队奋起反抗 但是联军英雄们的战斗技巧更胜一场 很快马瑟里顿的抵抗被瓦解 最后马瑟里顿被死为英雄击败 伊丽丹呢得到了黑暗神殿的王位 在马瑟里顿被击败后 发现他被关押的地狱火堡垒的洞穴中 马瑟里顿的鲜血 为伊丽丹制造了新一批的地狱兽人 虽然他不是伊丽丹联军的一员 但作为燃烧军团的一员 他必须被除掉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地狱火堡垒的四个副本 其实前面那个地狱火堡垒城墙介绍的是堡垒的一侧 鲜血熔炉介绍的是如何提炼马瑟里顿的鲜血来制造新的兽人 只是破碎大厅呢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一批服务于伊丽丹的兽人 还有最后马瑟里顿的巢穴 其实呢我们此次帮马瑟里顿做了一个终结 对于马瑟里顿巢穴这个团队副本的话 我觉得我们玩家的话是一个借错人的角色 其实马瑟里顿在那边的话也下去的话也是被 祸祸的折磨死 不如让我们玩家给他来一个痛苦 这就是地狱火堡垒的故事 也许呢各位同学觉得有点快一下子跳了 但是真的外域设计的经典就是每一个地点 有他独特的一个背景 有他独特的一个连续 包括地狱火半岛 包括盘耀水库 包括奥金盾 包括扭曲曲空 这些都是以一个地方为故事的一个背景 所以呢我只能连热气弹打 当然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集不用那个 熊猫人法101能外语的本事 太难排了 我排了很久都排不到 特别是一个ETS还要排本 今天的魔兽世界外语片新天章哦 已经结束了 这是第一个地狱火堡垒的故事 下一个会是弹牙水库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哦 可vous吗 快乐 快乐 词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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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